哥,我看到九屈堂耶 九屈堂跟棒棒堂有没有关系啊? 九屈堂跟吃的没有关系啦 会叫九屈堂是因为当地古老的地名就叫做九屈堂 池堂的堂 表示以前池堂遍布 形状弯曲 好像有九个弯的感觉 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叫做高卡堂 相传在反清复明的事件当中 九屈堂有实名意识 其中九人全部被捕要被斩首失重 当时的人佩服他们的仪器 因此在每一个意识前面各放置一个木桶 避免斩首的时候落地沾上泥土 因此才有高卡堂的说法 一路要吃东西 九屈堂火车站附近是最热闹的地方 海产粥、面馆、水果都随你吃 耶,哥哥最好了 这边有什么水果可以吃啊 来到高雄大树区 当然要吃凤梨啊 过去日本制台时期 特别鼓励凤梨罐头工厂的设立 当时在一个小小酒区堂 就有七家凤梨工厂 至今在全国还是维持记录哦 现成的泰方商会凤梨罐头工厂遗址 建筑形势优美 保存状况良好 未来将改建为地方产业文化园区 哥,我刚刚有看到一个饭田风儿纪念碑 他是谁啊 难得你那么好学 饭田风儿是日本金刚线人 他是新建下淡水桥的总工程师哦 后人为了感谢他对地方的付出 才新建了纪念碑来纪念他 可是纪念碑上的碑字少了一撇 是不是写错字啊 傻弟弟 少是一撇不是写错字 主要是表达饭田风儿不鞠躬 为人谦卑的意思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